殷商,作为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王朝,他与西州的交谍更替也成为了许多人探讨的问题,商周王荒淫暴虐,引得周人反叛,最终周武王率兵于木野之战中彻底击碎了商朝最后的希望入主昭歌,随后建立了西州,后人看来,商朝的毁灭正是因为周王的昏庸无能,而也因为他,才让周人选择替天行道,改朝换代。 但事实上,在武王伐咒的背后,真相没有这么简单,真实原因超出你的想象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由于商周的更迭时期,距离我们现在已经太过遥远,许多人都将商朝的毁灭,一股脑子推在了商周王身上,认为是他宠幸苏达吉,最后酿造的大祸,所以周人才会举兵灭伤,最终建立了周朝。 尽管这的确是一个原因,但是却不能是武王伐咒的全部真相,我们不妨先从周人的起源说起,相传周人的始祖名叫后继,他的母亲名叫江元,也是帝库的配偶,后继展现了他的农业天赋,于是姚便将他任用为农师,而商人的起源地,也就是在山西的焚水附近,后来到了后继的后代。 公刘则率领族人从台迁到祠,应当是现在的陕西一带,而这时的周人部落,也渐渐地从半农耕半游牧的民族,转变成为了农耕部落,此后周人在此定居,却一直遭到了荣人侵袭,于是只好迁徙到了祁山以南。 而周人部落的迁徙,也意味着他们从皇权中心分离出去,当时古弓弹副领导下的周人部落,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,古弓弹副在当地造田,建立营地,来到祁山以南之后,周部落和商朝有了往来,也正是在商朝的保护下,聚集了更多的人群,也受到商人文化的影响。 古弓弹副的儿子纪律继位之后,和商朝的往来来更加密切,如果说之前周人的先祖,大多都是没有神话性的,而到了纪律这一带,开始有了更加真实的文字记载,更加可靠,纪律与商朝贵族通婚,双方关系友好,而随着周人部落的稳定和发展,纪律也开始了自己的征战。 他对周部落附近的戎敌部落进行了毁灭式的打击,周部落的范围逐渐扩大,军事实力也越来越强,周人盘缓在西方,逐渐强大,而这也引起了殷商的忌惮,通过竹书纪念便可以看到。 周人的好战那是祖传下来的,在商朝无疑的时代,纪律曾经征战鬼戎,俘获了十二个王,之后又出征燕京等多地,几年下来,纪律立下了赫赫战功,甚至因此被封为了商朝的牧师,而纪律也正是在征战与收缴中,俘获了许多俘虏和财物,壮大的周部落,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诸侯归顺,这就导致周的势力越来越强,逐渐形成了一个方国,势力范围辽阔,也正因如此, 商朝越来越忌惮周族,于是商王就寻了个机会,把纪律骗到了王城,将他囚禁之后残忍杀害,而纪律的儿子也就是姬昌,我们都知道从姬昌开始,周国就已经对商朝有了反攻之意,姬昌在位时,被商周王多次囚禁,甚至还强迫他吃下自己儿子的肉,姬昌后来回到周国后,被诸侯拥戴之下,成为了周文王,姬昌的历经图治,以及秦政爱民,都让周国收获了越来越多, 多的人才,随后姬昌去世,姬发登位,始称周武王,而姬发继承了父亲一致,联合各诸侯国的讨伐昌王,姬发登位的第九年,他在孟金阅兵之后,率兵渡过黄河,因发生意外,面对结合起来的伐昌大军,姬发暂时按兵不发,公元前1045年,比干因苏打几缘故,被昌王杀害,导致许多能人投奔 周国,激发坚定,如今就是伐昌最好的时机,于是率兵群兵实施伐昌,抵达了木野之后,周武王再次举行实施,以表伐昌的决心,称如今的商朝对于百姓暴虐,商周王听信谗言,不顾国家和百姓,任用奸人,而现在我激发便是执行上天的惩罚,将商朝灭亡,而商朝被灭,则是大势所趋,许多被昌王派出抵抗的将士,都纷纷转头 围攻昌哥,于是商周王见此,最后竟然自焚而死,而激发进入昌哥时,百姓家导欢迎,商人都对激发纷纷行礼,而武王伐昌落下帷幕,西周也正式建立,从这里我们便能看出,当时的商朝已经不得人心,那么在我们了解到,武王如何伐昌,而周族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变强大的之后,武王伐昌的背后,到底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? 或者说,还有没周人自身的真实原因,在我看来,是肯定有的,要知道当时周国的各个体系,都是不如更加完善的商朝的,但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周人为什么执意罚伤呢? 这便是因为仇恨,这仇恨从古早便拥有,所以,武王伐昌背后的真实原因,绝不仅仅是讨伐残暴的商昌,而在此背后,其实是周人多年来的复仇之意,昔日的商朝,对于周族部落是瞧不上的,毕竟那时候, 周人并不强大,甚至因为其十足母亲江源,古代江河腔同音,所以周人很有可能是腔人出身,但被分封后,又和荣人屡次作战,不得不迁徙逃跑,一直到了古宫淡赴那一带,周人才真正稳定发展,也才进入了商朝的视线当中,这时候的周部落是臣服于商朝的。 但是随着周部落的逐渐强大,商朝忌惮,选择先下手为强,杀了纪律之后,这对周人来说损失惨重,而纪律的儿子鸡昌,却是隐忍不发,但是在他的心中,会没有恨吗? 我想肯定是有的,自己父亲被杀,而当时因为商朝势力强大,所以周部落不能够贸然反抗,但是鸡昌看到商朝逐渐衰落的情况下,商朝又再次将鸡昌囚禁,唯恐激励的事情再次发生,周人用大量的美女和宝物将鸡昌释放,但在这个过程中呢,鸡昌的大儿子博弈烤被杀,甚至被烹煮为肉汤。 要求鸡昌引下,鸡昌回国之后,罚伤之意越来越重,最终这份传承了三代人的恨意,在鸡发身上得到了释放,所以五王罚咒的背后,承载着的是周人的恨意。 史书记载,鸡发是因为商咒王的昏庸无能,才选择奉天之命去讨伐商咒王,所以商朝灭亡了,但在了解到周人的发家史,以及纪律,鸡昌等人的故事后,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,最真实的原因就是报仇, 报这几代人的仇,有人认为,西州最初建立史,是不如商朝末年的,认为是更加野蛮的文明,取代了商朝的先进文明。 这一观念是因为,他们认为商朝的私母雾顶,从工艺上来说,远超西州前期的青铜器工艺,并且周人是从祁山附近发家,本身不如周朝稳居中原那般得到文明发展, 但是在我看来,通过青铜器的精美,来看文明是否进步,这并不能算作全部的佐证,因为这样的冶炼技术,几乎在同时期都是可以做到的,无非是器皿是否重要, 而且商朝也有,和私母雾顶同时期,没有那么精美的器皿,要看文明进步,应当看文字,到了西州之后,青铜器上记载的经文,明显超过了商朝。 有更多的文字,在先秦时代,才是更大的文明进步,说回商朝被西州所灭的其他原因,第一个那就是气候问题,根据记载商朝末年,我国正处在温暖期和寒冷期的交汇时期, 而这一点,在五王伐咒的记载中也有体现,连着下了数十天的雨雪,而大量的雨雪,导致人类的生产力低下,生态环境遭到大迫害,北方出现大量的沙尘暴,带来了无尽的干旱, 百姓的生存遭到了考验,在那样的情况之下,商朝无力回天,甚至到了晚期,商周王的不作为,这些都推动了商朝的毁灭。 而周国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当中,得到了更多的簇拥,越来越多的支持,让周成功灭了商,其实从当时的各种发展来看,仅仅是刑法体系,我们便能看到商朝是强于周国的,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,周人为什么还要去碰商朝呢?其实很简单,就是寻找生存的出路,牧野之战那一年,周国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,旱灾带来的饥荒,百姓难以生存,左传记载,正是因为周国灭了殷伤,才解决了饥荒,而从这里,我们也能看出,所谓的军权神兽,在他们看来,攻打殷伤。 就是因为商朝统治无能,这是老天爷降下的灾难惩罚我们,所以当时的周人,便更加迫切地希望灭了殷伤,而殷伤的堕落,并非是从商周王开始的,其实早在商王武丁去世后,整个商朝内部都十分混乱,诸侯反叛,而周王年少时,骁勇善战,征战四方,再次巩固了商朝的统治,但是征战的消耗,也让商朝独目难知,国内的兵力空虚矛盾激化, 但这也是商周王在登位前就存在的毛病,所以当时的商朝毁灭,不仅有周人的进攻,还有商朝内部的矛盾重重,以及天使的不对等,也算是及某种程度上的大势所趋,西周灭伤,并非史书上所说的,只因为地心无道,周武王才奉天之命去讨伐他,周人,虽然本为皇帝后裔,最初确实是以农耕为主业的,但时运不济,失去官位后的周部落,混迹于弱肉强食的西戎各地, 各族长达八百年,早就养成了浩勇尚武,以攻占侵罚为生业的天性,面对强大的商文明,骨弓弹副背叛了荣敌部落联盟,迁居齐山投靠了商王,安定之后的周部落主纪律,南征北讨,以荣敌部落的族人为礼物,献媚于商王朝。 却不料被商王文丁记恨求死,激励的儿子姬昌未报复仇,忍辱负重,臣服于商,经过姬昌,激发父子两代的运营,他们成功地取得了六州诸侯的认可,终于在公元前1044年起兵伐咒,成功灭伤,历史的真相,往往并不一定和史书所写的一样,周武王伐咒,西州代替了殷商,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王朝,历史的新篇章就此展开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